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唱着摇滚 说着说唱的歌手 但是相比一些小鲜肉的昙花一现 那些经典的歌曲才更让人留恋 每当耳边响起经典的歌曲的时候 我们都会不自觉的身体跳动起来 歌词也是张口就来 而现在听到的这些所谓的神曲 也就是能哄一时 听几遍也就不再听了 而谭维维作为一名致力于弘扬传统音乐的歌手 虽然在国内算不上有多么的出名 但是在国外 谭维维却是中国歌手的代表 谭维维的表现 小编不知道观众们认不认可 但是央视新闻联播是绝对认可的 记得在之前播出的新闻联播上 谭维维的一个采访 就占用了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 新闻联播总时长三十分钟 多一秒都没有 而谭维维的一个采访 就占用了总时长的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 谭维维的作为央视有多重视 在节目中 谭维维宣扬用作品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而谭维维不仅竭力宣传传统文化 而且还要去中国更加偏远的地方去寻找更加普世 更加入耳的好声音 只有对扎本于老百姓的作品 才是真正的好作品 也是伟大的作品 在2016年的春晚上 谭维维唱了首话音老腔一声喊 之前很多年轻人都是漫不经心的 可是 这首歌却登上了国际的舞台 带给了国人文化冲击 这样一首歌登上了国际的舞台 这就是国家文化的力量 文化的自信 谭维维更是表示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体会到国家的不断强大 努力最终的目标 是希望国家越来越好 人民更加幸福 作为声音的传递者 都觉得很有能量 无限的能量 确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